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好多的大多数的朋友 我还有新网友都在关心我 开导我 生怕我想不开 然后还生怕我被小蛋骂 其实他没有骂我 一句都没有真的 还反过来是安慰我 开导我 说我们还年轻没事的 两万块钱丢了就丢了 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真的 他这个人 我这辈子遇到他 我感觉我真的是很幸运的 他脾气好 然后对家庭特别负责的 基本上平时就自己身上 留一点零花钱 然后所有的钱都是给我的 他自己身上从来不装很多的钱 像我们平时吵架这些 平时吵架 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吵的 一直都是他先低头 他先认错 不管是不是他的错 他都会来给我认错 如果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我的处理方式和他的处理方式 是肯定是不同的 我肯定会生气 会骂他 大飞还有他妈妈的态度 让我感觉到很安心 我觉得我这辈子和他在一起很值得 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十年 以后还有第二个十年 第三个十年 第四个十年 好多个十年 现在带他去接盐盐去了嘛 盐盐要放学了 然后我就随便说一下 以后还要打起精神 挣钱 养我们的两个女儿 可爱的两个宝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